《企业》 《企业》 各位大口叔,我讲第三节 大家很熟悉的范太 今天以勵进教育中心理事会主席的身份 和大家继续谈谈 什么是国史,什么是国情 中国历史,国史 中国的情况,国情 两者的分别是什么 中国国情,其实是现在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历史有很多年的 包括文化和传统 从这条路走到今天 其实中国历史本身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科目 因为里面的人物 真是精彩百出的 但是很可惜 我们搞中国历史的方法 比较外版 令那些同学觉得要强机 没有什么机会去欣赏 这些人物 所以现在都有一些个别的老师 他们用一些新鸣的方法 比如说角色扮演 然后让同学 一个历史上的事情 用角色扮演 可以代入 他们代入了,他们就很有兴趣了 例进教育中心都有些服务 有一个平台 可以帮一些学生 在中国历史科方面的掌握 有些入门 在学习方面 即是功利主义 即是拿分方面 都可能上去例进度 有得着 考试的成绩 是影响他入大学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帮到同学 可以拿到一些高一点的分 那就值得做 因此我们有一个叫做 中史史题解码 就会找一些资深的中史老师 帮我们出题目 跟着写model answer 然后同学随时可以上网去看这些 看完之后 我们有问答比赛给他 答案一条就是分 那些分都存在 他可以换书卷 或者如果存得够多 他可以申请参加游学 挺好的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觉得 如果你要去到学生的时代 才去学中国历史 其实都迟了一点 要早一点 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声声讲故事 就是一些很好听的声音 来讲一些历史故事给他听 就是声声 是声音的声 声音的声 是 天上的声声的声 所以两个声 是声声讲故事 声声讲故事 是声声讲故事 其实就是 讲这些故事 全部是给一些 十岁以下的小朋友听的 我们会有 一套书 一共十四冊 全部香港中小学 每一间 我们都送一套 然后就 邀请 几十位好朋友 邀请他们 再讲多些 这样的时候 小时候 他脑里面 已经有些历史故事 在书 这个是一个很轻松 挺开心的 活潑的学习方法 不是叫他寄任何一件事 只是讲一些故事给他听 那我们中国历史故事 多不升数 行河沙数 哈哈哈哈 有没有一个 我相信没有 不过都是姑且的问 因为也不容易 去有以下这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希望 什么阶段 有什么阶段性成果 我们就希望三年之后 我们在那个 我们那个 临近的网 那里 是有十万个会员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 达不达得到 我们很难说 因为要看我们的活动 是不是大家 觉得值得参加 是 是 希望你 不断增强 增加你的活力 在三年之后 三十万个会员 多谢你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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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和大家讲 你关心的话题 多谢你的祝福 多谢你的祝福 多谢你的祝福